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说到动漫,相信有很多网友都喜欢看 斗罗大陆作为我们国产中的首部动漫作品 自从播出以来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吸引了不少粉丝 尤其是剧中,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细节更是体现了节目组的用心 斗罗大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,在这里只有武魂,没有其他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6岁的时候进行武魂觉醒 然后看自己是否有修炼的价值 修炼的等级越高,魂师们的战斗力就越强大 而且魂师还可以辅助人类的日常生活,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,目前这部剧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了 在更新的72集内容中,史莱克七怪对战向甲宗学院 本来以为唐三他们这次要输了 因为对方可是防御能力比较厉害的一支队伍 并且还有呼炼正在台上指挥 但是在最后的结果上却很是意外 尤其是在听到裁判宣布史莱克获胜后,呼炼正也是非常疑惑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浩天锤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